四兄弟 从前有四个兄弟,他们都很有本事 老大是个搬运工,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东西搬到另一个地方 老二是个关心人,他的望远镜能把几百万米之外的小蚂蚁看得清清楚楚 老三是个猎手,无论多么凶猛的猎物,他只用一枪就能打死 老四是个裁缝,他记忆高超 猎成两半的鸡蛋到了他手里,也能缝合得看不出痕迹 但四兄弟一直想知道谁才是最厉害的 不久后,发生了一件大事,公主被恶龙抓走了 国王许诺,谁能救回公主就赏赐给他一座城堡 这是个让我们鄙视本领的好机会 于是,四兄弟离开家,出发去救公主 关心人老二说 首先,我们得知道公主在哪 他拿起望远镜 我看到了,他被恶龙关押在海中央的一块礁石上 他们驾着船到了礁石上 发现恶龙正躺在公主身边睡觉 猎人老三说 哦,糟糕,恶龙离公主太近了 我怕开枪会打伤公主 没关系,我有办法 搬运工老大悄悄跑到恶龙身边 一下就把公主搬了过来 恶龙一点也没察觉到 还在继续打着呼噜 四兄弟和公主高高兴兴地驾着船离开了 可是,恶龙睡醒了 他愤怒地追上来要杀死四兄弟 猎人老三举起枪 一枪打中恶龙的心脏 但恶龙的尸体砸坏了船 大家跌掉进海里 情况十分危急 别担心,交给我吧 裁缝老四迅速地把散落的船板缝在一起 船复原了 他们顺利地回到了陆地上 公主是救回来了 但四兄弟还是没能比出谁最厉害 如果不是我发现公主的位置 我们根本没办法救她 是我把公主从恶龙身边搬开 保证了公主的安全 要是没有我 大家早被恶龙杀死了 全靠我把船封好 否则我们都会淹死在海上 国王听了他们的话 笑着说 你们都很了不起 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我决定赏赐给你们一人一座城堡 于是四兄弟不再争吵 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座城堡 相亲相爱地生活着 点击订阅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